外界实际上对民进党当局一直宣称它所谓的防疫神话 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但是此前并没有岛内发生重大的这种染疫的事件 所以很多人只是说提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证据 现在在桃园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体的这种隔离染疫的事件 实际上就证实了台当局所谓的防疫神话是完全是一个失败的 是一种自吹自累起来的 我们之所以这么讲 是因为蔡英文当局她的所谓的防疫的神话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 他们将岛内这种防疫不是建立在科学医学的技术上 而是把所有的事情要上纲上线上升到政治层面 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疫情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基因 我们在防疫的过程中相关的措施大体上也是相同的 可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各位就会发现岛内已经把这种防疫的问题进行了政治化 第一个例子 在美国我们知道目前是全球最严重的疫区 可是在一开始 在去年的一开始 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美国之间的这种航班 当时就会停掉 而是还允许了大量的在美国的台湾人 包括很多外籍的人士入境到台湾 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蔡英文当局就是想以此来凸显所谓的台美关系良好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年神尚已经爆发了很多的案例 从台湾岛内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士 被检测出新冠疫情呈养性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台湾岛内已经发生了所谓的这种聚集性的染疫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这种防疫的基本的规范 应该是说对这个人员输出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筛检 可是台湾岛内的民党当局坚决否认不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普筛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也是跟国际上的这种做法是完全相悖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们就是担心一旦要是在岛内普筛出现了大规模的病例的话 那蔡当局的防疫神话又再次破功了 那蔡英文当局又无法跟岛内民众进行交代了 这渐渐的事情都说明民党当局 应把防疫问题政治化 而政治化的结果最终它是要承受它带来的所有的后果